好,现在此时的热搜啊,啊,是讲了梅大高速,呃,遇难的有一个一家五口,啊,遇难,有,呃,有一个人给记者口诉啊,是他一共是,他的朋友一共是九个人开着两辆车,应该是开着车呀,从广东这里啊,去厦门鼓浪雨玩, 他都给买好了那里旅游门票什么的了,后面这个车呢,坐了四个人啊,呃,因为去厕所,呃,杀了泡尿,救了这四个人的命,他们就晚了几分钟嘛,就没有掉下去,前面那个呢,是一家五口,直接的掉下去了,夫妻两个,啊,一个十五岁的儿子,一个十岁的儿子,还有一个堂兄弟, 真的是太可怕了,啊,那么这个事件呢,就是一家五口,呃,在这个和这个车祸有关的,另外还有一个,我当时看了一会儿啊,我有点糊涂,其实是两个,现在报道了,已经有两个了, 另外一个呢,是一家五口呢,只说孩子脑出血,在重症,啊,三个失联,你看这段话这样说的啊,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,多名网友在网上留言寻找疑似在该事故中失联的亲属,一位来自梅州大浦县的女子杨青化名, 告诉北京青年报的记者,她的丈夫大姐一家五口啊,开车从广东顺德回大浦查阳镇,哎呀,这已经到家门口了, 事发时,路过塌陷路段掉下去了,导致三人失联,哦,驾驶员没事,驾驶员还好,但车上三岁的孩子事故中脑出血,目前还在医院重症监护室, 这个为什么失联呢,你说这已经过去二十四小时了,我只能是揣摩,是不是因为起火的原因呢, 啊,他们相当于在家门口遇遇了这次事故,事故一发生,我们就赶去了现场,现场踏方坑深深度约有三层楼那么高, 事发时很多车掉进去起了火,我们的失联的家人可能还在坑里,杨青说,哦,就是为着火, 但这个电车呀,就,现在新能源车这个着火真的是个问题,啊, 呃,江西干州不是有一个,呃,特斯拉嘛,发生事故了嘛,呃, 在空中翻滚了好多圈,跟那个电影拍的特技一样, 结果这个车掉下来以后呢,也没着火, 两个人吧,好像还都是受了点皮外伤, 坐着副驾驶坐上的那个人吧,还拿着手机,还扒了手机了, 好,大家就说车门子也没变形,还能打开, 他们都是针对着问戒的那个,啊, 而且最重要的是,大家都可以随便批评特斯拉的车, 没有人删铁,啊,真的是巨大的差别, 所以说现在这个新能源车,这个火灾,一出事故就火灾, 这个真的是可怕,等于是个火坑,真的是, 真正的是掉火坑了,现在,啊, 三层楼高十多米, 但是一掉下去有火呀,啊,你看驾驶员就没事, 后面的人是不是也是撤门子变形了,什么逃不出来呀, 就着急火来了,都是一刹那的事啊, 到现在呢,没有事故的当事人接受采访,没有一个,